深圳,汽车站旁的一家小饭馆里,一山破旧的男人老赵正喝着酒,在他对面坐着的老刘好像已经醉得步行人士,正趴在桌子上毫无动静。 老赵强行把一杯酒关进了老刘的嘴里,莫名其妙地说了句,不喝酒不能上车,然后就带着老刘坐上了前往昆明的大巴车。 到了车上,老刘还是步行人士地躺着,不过脸上多了副墨镜,其他乘客在车辆的颠簸下开始闭着眼睛休息,并没有在意老赵和老刘这一对奇怪的乘客。 大巴车开了一段时间,停在了路旁让乘客下车上厕所,全车人都下来了,只有老刘还是坐在位子上没动,而且脸还吵着外面女士上厕所的地方。 女乘客以为老刘在偷看他们上厕所,很愤怒地上车骂他,还说要把老刘赶下车。 老赵听见动静,连忙回到车上,跟女乘客们道歉,说自己兄弟老刘上车前就喝醉了,不可能看他们上厕所的,女乘客们这才作罢。 大巴车继续行驶着,但一波刚平一波又起,一群劫匪劫持了大巴车,他们拿着探测仪,让车上的乘客把现金和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。 劫匪老大走到老赵和老刘这里时,老刘还是躺着没有动静,老赵把自己的五百块钱给了劫匪,但是又对劫匪说老刘的五千块不能拿,因为这是死人的钱。 劫匪老大一听吓了一跳,这才发现老刘竟然是死人,老赵说老刘是自己的朋友,一块在工地上干活,但老刘命不好,不小心喝酒喝死了,工地老板给了老刘五千块赔偿金,而老刘之前跟自己说过, 如果不小心死了,请老赵把自己带回老家。 顾及兄弟之情,老赵便带着老刘的尸体和这五千块钱踏上了回重庆的路。 劫匪老大被老赵的仗义行为感动,便把收上来的钱都给了老赵,然后就带着兄弟们走了。 劫匪一走,乘客们都松了一口气,纷纷从老赵那里拿回了自己的钱和东西,接着就把老赵和老刘赶下了车。 老赵只好背着老刘的尸体在路上走着,走了一会儿,老赵实在是走不动了,便把老刘放在地上,装作在抢救的样子。 路上经过了几辆汽车,但都对他们视而不见,最后,一辆开着拖拉机的男人带上了他们,还很尽责地把他们拉到了医院。 老赵心想,到医院自己不是得露线,便借着让拖拉机车主帮忙挂号的机会,背着老刘跑出了医院。 此时已经是晚上,老赵到旅行社开了一间房,房间里已经住进来了很多旅客。 老赵在和他们聊天的时候知道床上躺着的男人也是去重庆的,便去套镜湖想搭个鞭车。 男人似乎有心事,并不搭理老赵,老赵竟没机会,只好到床上睡觉。 早上,老赵睡得正香,房间里一个身影,偷偷把老赵口袋里剩下的钱偷了出来。 正想偷老赵的钱时,发现老刘睁开了眼睛,吓得一个机灵跑开了。 老赵醒来后,发现钱丢了,苦苦哀求让小偷把钱还给他,可没有人承认偷了钱。 大家便说报警,但老赵不敢让警察来,最后只能认栽,没了钱,又不能动老刘的钱。 老赵只好继续背着老刘走路,这时,一辆货车停在了他们身边。 老赵一看,竟然是昨晚拒绝自己搭便车的男人。 男人让老赵和老刘上了车,问他为什么怕警察。 老赵实话实说,因为老刘是个死人,自己是送他落叶归根,入土为安。 男人知道后,惊吓了一会儿,不过还是拉着他们走了。 顺利搭到便车,老赵很高兴,忍不住唱起了歌。 还没唱几句,开车的男人却停了车,掐着老赵问他,怎么会这样唱这首歌? 老赵莫名其妙地说,自己就是这样唱歌的啊。 男人听了吼叫着,笑搜货,见货,然后趴在方向盘上哭了起来。 在老赵的安慰下,男人才说出了自己的心事。 原来老赵唱的歌正是男人前女友最喜欢的歌。 他跟前女友就是在拉货的时候认识的, 自己本想跑够三十万公里就跟前女友结婚, 但前女友却在这时候跑了。 男人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成了笑话,今后该怎么过都很迷茫。 老赵安慰男人,如果真的很爱他,那就在三十万公里把他找到吧。 男人一听,好像重新活过来了一样,说那就再开三十万。 这下,男人是找到接下去的动力了。 不过,却没办法再把老赵和老刘送到重庆, 因为他要去别的地方找前女友了。 三人在路口分开,老赵迎着夕阳背着老刘慢慢地走着, 路上没有再遇到一辆愿意载他们一程的车, 甚至还有一辆车,明明答应了老赵帮忙推车, 就能带他们一段。 竟然在老赵把车推起来后,就直接走了, 气得老赵破口大骂。 热幕渐渐来临,老赵饿得不行, 这时,他看到正在哭铃的一群人, 他想到了办法,混在哭铃的人群里去蹭点饭吃, 老赵把老刘当成稻草人立在了路边, 然后就跟着哭铃的人群来到了正在办丧事的人家。 到了吃饭的时间,老赵狼吞虎咽地吃着, 一个留着白胡子的老人坐在了老赵边上, 老赵看了几页,越看越觉得不对劲, 回头再确认了一项后,整个人都呆住了。 这个白胡子老人不就是一项上的人吗? 白胡子老人跟老赵说, 自己无儿无女,老伴也走得早, 于是自己就请了一群哭铃的人, 体验一下死后的热闹场面。 老人问老赵,今天为什么哭得那么卖地? 老赵把自己和老刘的事情说了, 老人便给了老赵一瓶防止尸体发臭的药丸, 还送了他一辆推车。 老赵拉着推车再次开始前进, 走到一段崎岖的山路时, 老赵不小心连人带车翻滚了下去, 推车被摔得四分无裂,没办法再用。 老赵正想背着老刘继续赶路, 发现前面也有一辆货车跟他一样摔在了渡边。 老赵找货车司机要来了报废的轮子, 把老刘放在了车轮里, 滚着他就继续前进了。 车轮确实让老赵轻松了很长一段路, 但到了一段下坡的时候, 车轮不受控制地摔下了山坡。 老赵只能再次背着老刘前进, 因为走了很久的路, 老赵脚上的鞋都破了, 他就想着跟老刘的鞋换着穿一下算了。 没想到,老刘的鞋底竟然藏了430元, 老赵把这些钱跟5000块放在了一起, 又自言自语地说, 这样把老刘背回家肯定都臭了, 先从老刘这里借点钱租个车回家。 待着钱, 老赵也谈好了租车, 又在旁边吃了顿饭, 这一吃就吃出问题了。 不仅被黑了600元, 还发现工地老板给的5000块, 竟然都是假钱。 被黑店的老板带人打了一顿的老赵, 回到放置老刘尸体的树林, 哭着把假钱烧了, 说自己实在没办法带老刘回家, 只能在这里把他埋了。 说着, 老赵就用树枝弯了个坑, 他躺在坑里, 看着蔚蓝的天空, 从没觉得如此舒服过, 心里萌生了跟着老刘一起埋在这里的想法。 老赵先是用头撞树, 可自己实在很不下心用力地撞, 又用绳子绑了石头, 但在石头换过来时又躺下避开了, 最终被石头砸正后背, 晕了过去。 醒来的老赵发现自己正躺在木板上, 原来他被养疯的一家人救了回来。 养疯的老板劝说老赵, 都把老刘背到这里了, 干嘛想不开呢? 自己的老婆当初也是这样, 现在还是挺过来了。 老赵这才知道, 这家老板娘的脸被几年前的锅炉爆炸, 炸毁容了, 孩子朋友都躲着他, 他那时无数次想过自杀, 是老板把工作辞了, 带着他到这里来养疯, 才慢慢好起来。 几人聊着吃完饭后, 养疯的老板又热心地帮忙开着车, 带老赵和老刘进城。 到了城里, 已经是晚上, 老赵正寻思着哪里能过夜, 正好听见一家发廊老板娘正在用东北话骂人。 他想了想, 带着老刘进了发廊, 然后跪在了发廊老板娘的面前, 请他看在老乡的份上帮老刘化个妆。 老板娘一听老刘是死人, 就有些不愿意, 让他们赶紧出去, 两人争执间。 一名警察开着车到了发廊, 这名警察是老板娘的朋友, 本来对老赵和老刘有些怀疑, 想检查, 但是老板娘开口说, 这是自己的表叔之后, 年轻警察就没再纠缠离开了。 化好妆, 老赵继续背着老刘走在路上, 没想到, 又碰到了刚才的警察, 警察想帮忙带他们议程, 老赵拒绝了几次都没办法, 只好上车。 因为没钱买车票, 老赵就想着卖血换点钱, 但检查完血, 护士却说因为老赵得过乙肝, 会有传染风险不能现血, 老赵只好又舔着点要了点吃的, 正想离开的时候, 一个男人拦住了老赵, 说自己可以让他卖血换钱, 然后把老赵带到了一间黑漆漆的屋子里, 屋子里正是小型的黑医院, 老赵忐忑地坐着, 正好前面等待的一个大姐, 问他借烟筹, 他就问起了这里的情况, 大姐说, 这边献血给钱, 自己三个月就来一趟, 但是老赵这个血不干净, 不能献的, 这家黑医院就是黑心, 什么血都要, 老赵听大姐这样说, 连忙起身想离开, 没想到就在这时, 一群警察踢开了门进来, 把他们都抓住了, 老赵和刚才的大姐, 被移交到了救助中心, 两人渐渐熟悉起来, 还一起在晚上的连翼里表演了节目, 老赵也知道了这位大姐的往事, 大姐丈夫很早就死了, 孩子现在在西南财经正法大学上学, 自己就在这附近捡破烂卖血, 老赵对大姐很有好感, 就说想跟大姐发展发展, 让大姐等他把老刘送回去, 就来跟大姐一起生活, 大姐对老赵也有好感, 还把身上的四百块都给了老赵, 说等他回来, 老赵开心地回到放着老刘尸体的地方, 然后在建筑车队的帮助下, 又蹭车了一段路, 但因为车程的不同, 建筑车队帮忙一段路后, 就没办法了, 老赵还是继续背着老刘走, 路上遇到的一些私人小车, 都不愿意让老赵上车, 即便给钱也不行, 倒是有一辆载着学生的大巴, 让老赵上车, 但老赵看见车上都是孩子, 怕吓到他们, 就没上车, 就这样, 老赵走啊走, 走到了一段塌方的路段, 也没停下来, 最终因为体力不支, 晕了过去, 正在处理他方的警察, 把老赵和老刘送到了医院, 也就发现了老刘已经死去的事情, 警察告诉老赵, 法律规定尸体是不可以私人运输的, 虽然理解老赵想完成老刘心愿的仗义之情, 但是尸体还是要火化的, 在选择骨灰盒时, 警察看到老赵拮据, 直接自己掏钱送了老赵一个骨灰盒, 然后又开着警车, 把老赵和老刘送到了老家, 可是, 等两人来到老刘老家时, 却发现这里已经成了一片废墟, 原来, 因为三峡大坝工程, 老刘的儿子早就搬迁到湖北宜昌了, 老赵在废墟的门上, 发现了老刘儿子小军的盗窃流言, 老赵揉着朦胧的泪眼, 还是决定, 继续把老刘送回家人身边, 陪着老赵的警察带着老赵, 又踏上了去湖北宜昌的路, 因为一句承诺, 五十多岁的农民工老赵, 毅然决定不辞万里背着朋友的尸体, 让他落叶归根, 这是一段不同寻常的回家之旅, 也是一段尝尽心酸无奈, 又充满温情的问心之旅, 有恩将仇报的乘客, 也有赞他仗义的劫匪, 有冷漠的路人, 也有愿意赞他的陌生人, 每个人都各有各的难处与无奈, 但更多的是即使生活不易, 也愿意温柔以待他人的, 可爱的中国人们, 三更孤魂不忍去, 丑眼望断天涯, 谁家心焚两三花, 命薄如纸, 残居盼归家, 碎银极量苦奔忙, 秋蓝难抵困乏, 半生心酸纸浅洒, 茅屋何处, 山然对晚霞, 无家的游子还在寻找回家的路, 无焚的孤魂还在轮回里游荡, 无根的落叶还在异乡飘泊, 背着行囊的旅人渴望与行囊一同被埋葬, 行囊中被束缚被囚禁的灵魂, 却迫切地想要交换活着的权利, 人生在世一场空, 得失成败皆是梦, 故事配老酒明朝在聚首,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,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, 我在等诗, 也等你。